柔佛苏丹尼布拉辛陛下 1月31号就会出任国家元首 而陛下宣布 从今天开始到上任之前 都不会接见任何人 不过那些早就敲定的活动 还有他与柔佛州屋大臣 和州政府的每周会议 将如常进行 陛下今天通过柔佛王室新闻办公室指出 这段期间不接受任何人的禁见 是因为陛下希望在肩负重大责任 与其委托之前趁着这段时间 和家人共度美好时光 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将在1月31号出任第17任国家元首 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殿下 将出任副国家元首 三和六都近提供下 总比加坛上 为 els新闻